西方一些政客、媒体 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 不断地针对香港 编较谎言 散播假象 抹黑香港 故意把香港说成 一个好像是没有自由的地方 完全违背事实 面对这些败德基图 我们香港的新闻工作者 更应该要团结起来 主动起来 专业起来 长期以来 美西方占据着话语权的强势地位 中国乃至香港特区 在世界上的形象 很大程度是他素 而不是自素 我们的声音还是偏小偏弱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 1月17号晚举办晚会 与各界交流 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凌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 副特派员潘云东 中国记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田玉雄等担任主例嘉宾 除了粤港澳三地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 来自本港社会各界的800位知名人士 亦都出席了活动 李家超向新闻界提出了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弘扬爱国心 国好才家好 我期待你们通过专业的报道 加深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 从而建立维吾国家安全的寄绝 第二个目标是团结说好香港故事 把香港的独特肉食 香港的国际化影响环境 香港尽在咫尺的寄人风光 香港每一个证实的好故事 全部都向世界说好 第三个目标是成为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桥梁 把不同持分者的意见充分表达 善用客观数据和事实 做详细分析 有助政府推行政策更大位 大会以香港新阶段 媒体新作为 作为晚会主题 到底在香港正处于柔志及兴的新阶段 本港媒体应该怎样作为 怎样发挥影响力 我们不能仅满足于曝光问题 一皆了之 而是要更进一步 就如何解决问题 提出建议 我们真贬实弊 不是为了划中取宠 制造对立 激化矛盾 而是要凝聚发展共识 促进社会和谐 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常讲的 创业型 智库型媒体 就是有引导力的 责任型媒体 这正是香港当前特别需要的媒体 如何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 立体 全面 可爱的中国和香港特区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晚会上 由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 广东省记协 澳门记协 发起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 宣告正式启动 媒体联盟将会为粤港澳三地媒体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整合资源 帮助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今次活动 向香港新闻联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盼发聘用证书和感谢壮 新一届理事会由李大云出任主席 张国良出任会长 拥有54名理事会成员 包括圈传媒总社长张瑞莲 在内的28名常务理事 就出任架构成员